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说唱音乐的 接触说唱音乐 说实话一开始因为 接触说唱音乐 是因为我当时写的民谣 然后等于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自己的编曲包括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把它做出一个作品来发表出来 那我有一天就想到了 我去网上找Bit 所以说后面网上找的Bit 一开始是国内的 然后国内的基本上都是说唱的Bit 所以我才开始是这样子 因为开始做出唱音乐 然后因为之前确实是纯粹的一个性格 还好 包括也没有去练 就是单纯的是凭自己随便 就是想出来是怎么写的玩意 我比较喜欢杨和苏 对 然后法了也挺喜爱 就是我之后想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不一定是暂时的地方 包括我现在已经在尝试了 对 星期财